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就 恒大风波应该是川 我以为应该是习近平故意毁掉他 毁掉他 主动毁掉他最大的好处 风险是由投资者承担 来避免国家的带来巨大的隐痛 这个就是说 习近平的这个做法 跟肢解拆解支付宝都是类似的 原因呢 他就要把国家给关闭起来 当把国家关闭起来 那你这个概念出现之后 你海外的任何订单 对于我来讲 是你根本就逃脱不了我的基础 而在内部的运作呢 却切割跟海外之间的所有的联系 他的一个客观就是习近平的任何做法 他的客观概念 却是打退消退所有共产党 曾经在过去时间里 他们盈利的一切 跟全球的左派势力连为一体的一切 都被他切断了 所以 这个事件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 也就讲 我一直跟大家说 这是在当初中共迫害信仰者的过程中 相当一部分人从中获利了 在同一个时间背景之下获利了 所以他们是共产党的坚决的支持者 也就是说 共产党摧毁信仰者 迫害信仰者的同时 这些获利者在支持共产党 因为他获利了 那这些东西 这些声明 今天遭到了天报 天报的本身 又来自于共产党的代表 我讲述的是这么含义 无论从美国国际社会 无论从中国的境内 那在操作当中 习近平用自己的方式去操作 用自己的方式去操作 而今天人们在讨论这一切的时候 大多都是在利益的角度去讨论 没有任何人在道德角度去讨论 利益共同体 对吧 利益共同体 或者我们有了共同的利益 你知道 我想说个词 太监逛窑子 太监逛窑子 利益共同体 谁难受谁知道 这是今天的社会 所以他们既有着非常光显的一切 同时又有着相互报应的生命真实 我讲的是这还相互报应的生命真实 所以恒大是习近平自保 故意给他摧毁掉 那故意摧毁的过程中呢 是为了免除国家被带下去 那免除国家被带下去 甚至呢 在全球的范围内切断联系 因为他有三千零五十亿美元的外债 那这笔债就不还了 那不会中国负什么责任 而是完全由恒大负责任 那你把外债给毁掉了 就等于赢了三千五百亿 那他借的钱不还了 他不就赚了吗 赚了三千五百亿 这账是这么算的 结果今天标准普尔呢 刚才降低了他的 降低了这个恒大的评级 这样的话意味着恒大倒牌了